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 平安、喜乐 我们再一次的见面 感谢主、赞美主 一切都是恩宠 一切都是上主的慈爱 在旧约中 在出古纪第20章第3节 是这样写的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叩拜这些像 也不可敬奉 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 是极邪的天主 烦恼恨我的 我要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说到儿子 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 凡爱慕我和遵守我杰命的 我要对他们施仁慈 直到他们千代子孙 出古纪第34章第6至7节 亚维亚维是慈悲宽人的天主 源于发怒 赋予此爱忠诚 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 宽舍过犯 罪行和罪过 但是 绝不免惩罚 父亲的过犯 向子孙追讨 直到三代四代 这些章节 当我们 看了听了 感觉的 哇 天主是一位 惩罚人的天主 天主要追逃 子孙们的罪在 到三代四代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了 其实旧约给我们一个图像 那就是 原罪和 罪恶的影响 还有后果 所以 弟兄姐妹们 我们其实不应该 从字面上看 或者从字面上翻译 解释 它的意思 原来是 we cannot interpret 原来 耶稣的到来 在新月中 使旧月 在新月中 旅行 完成旧月中 所有的不足 是不是 是不是在旧月中 让我们看见很多的不足呢 那就是 动不动 就 打架 动不动 就 打仗 杀人 所以我们 有好一些教友 曾经 问过我 修理怎么一回事呢 为何 在旧月中的 天主 是鼓励人去 打仗呢 杀人呢 那 原来 这一切 都是 不完美 我们不应该 从字面上 去解释 或者 翻译它 现在 耶稣基督 是最完美的牺牲 在新月中 它是十全十美的 我可以说 我活了这么多年 也读过什么神学啊 哲学啊 也读过很多灵修的书本 也读过种种的宗教 但是 没有 一位神 没有一位创教者 能够跟耶稣相比 他真的是十全十美 所以 他是我们 灵魂的 最爱啊 你看 耶稣 在新月中 他来了 他以 无条件的爱 去爱 包括 去爱 他的仇敌 去宽恕 以 牺牲 自己 为主 所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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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 包括 他 亲爱的 门徒们 放下刀 放下 箭 还记得吗 在 落望福音 那就是在第十八章 第十节 耶稣被抓了 然后 西满伯多路 跟着 耶稣 那个时候 看见 耶稣的仇敌 就 霸出他的剑 然后 开始看 把 这一位仇敌的 右耳朵 削下来了 耶稣 立刻跟他说 把剑 收起来 你看 耶稣 从来都 不利用 暴力 不用刀 不用剑 而是 以宽恕 为主 为仇敌 祈祷 从来 都不反抗 他被抓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的 顺服 看见了吗 弟兄姐妹们 耶稣 太完美了 耶稣 太伟大了 所以 天父 爸爸 非常的 疼爱他 所以 今天 我们借助 耶稣基督 我们 求向 父求 天父 爸爸 一听见 他圣子的 圣明 那就是 耶稣 立刻就说 好的 我福原 你的 祈祷 弟兄姐妹们 在家族 所有的 这一些 困难 的因素 都是因为 人的 慈爱 Self Love 所导致的 昨天晚上 已经给了 大家一个图像 那就是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二娃的不服从 还有不聆听天主 这一切都是因为施爱所造成的 那就是骄傲的根源 那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就是因为我们是亚当和二娃的后代 因为原罪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生命的这一个血脉血统都是自私自利的 我们永远都克服不了 以我们的能力去克服不可能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唯有借助耶稣基督的牺牲 协同他完美的牺牲和寄陷 以他的宝血 洗滴 治愈 释放我们 生命中的每一个自私的细胞 还有自私的血脉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早上我在反省 我在准备今天晚上的分享的时候 我反省到此 我非常的感动流泪 就是因为你看 耶稣基督在被苦架的时候 那一段路途相当的远 有谁曾经到过耶路撒冷 我曾经去过耶路撒冷草圣 那一段路相当的远 耶稣被十字架 已经被鞭打 已经全身都在为我们流血了 一路上都是他的血迹 弟兄姐妹们 还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我的天啊 他的血从他的这一个钉孔 可以说是喷射出来 他的手掌 还有他头上的刺关 还有他的肋旁被刺了 还有他的脚 那一些血 根本就是喷射出来的血 就是因为要洗涤 要治愈 要释放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中的细胞 自私的细胞 自私自利的细胞 还有就是他要以他的保血 他要洗涤 他要洁净 他要治愈释放 我们整个家族的 每一代的血统 每一代的血脉 弟兄姐妹们 认真的相信主耶稣 因为他是天父爸爸 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唯有借助耶稣基督的牺牲 死亡 护活 他保血 我们才能够得到借敬 就好像在圣语 第五十一篇 所写的 那就是我们在母胎中受孕的那一刻 已经犯了罪了 弟兄姐妹们 所以有谁能够救赎我们 只有耶稣基督 所以我求求大家 认真的信靠主耶稣 不要信靠我们的名誉 不要信靠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财产 不要信靠我们的这一个 人际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感情 有的人出卖耶稣 只是因为感情的关系 哇 这个男生长得很好 又有钱 所以我要嫁给他 但是他不是教友 那没关系 我的天啊 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的牺牲 多么的宝贵 还有其他的人 为了物质 为了名誉和地位 出卖了耶稣 弟兄姐妹们 就好像在 《落望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天主竟这么爱了世人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是上网 反而获得永生 第十七节 因为 天主没有派权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 而是为叫世界借助他而获救 听见了吗 《落望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 《落望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 天主天父爸爸派权他的独生子 并不是要他来审判世界 追究罪债 而是要为叫世界借助他而获救 我们得到答案了 《落望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 就月中所说的 天主要追逃 子孙的罪在到第三代 第十代 其实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自己 把罪恶的门打开 让魔鬼进入我们的家族 掌控我们的家族 所以 审判我们的 其实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 这一些罪恶的行为 因为 天主创造人的时候 本来灵魂是纯洁的 要敬拜天主 不要做恶事 但是 当我们做恶了 我们的灵魂受到污染 所以 我们就好像亚当和厄瓦 在伊甸园的那一刻 我们会躲避天主 不想看见天主 越来越远离天主 原来 是我们自己 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 第十八节 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 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 独生子的名字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主耶稣太伟大了 所以 当我们认真的信从耶稣 信赖他 服从他 所教导我们的一切 我们肯定能够受到他的保护 我在2008年的时候 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做浮船 有机会去动物园 当我来到的动物园 我所看见的 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其中就是袋鼠 我看见了袋鼠 我很喜欢 原来这么多的动物 天主创造的唯有袋鼠 才有一个袋子 为何呢 当小袋鼠 看见我来了 他知道他的生命有危险 所以立刻就跳进 母亲的口袋里 太可爱了 那个时候 我有拍照 原来 袋鼠 小袋鼠 跳进母亲的口袋里的时候 他的头先进 他的脚在外面 他不管了 主要就是 进了母亲的口袋 受到保护 那弟兄姐妹们 这个袋鼠的灵修 值得我们利用 原来 我们的天父爸爸 时时刻刻地 张开他的双手 期待着我们的归来 但是 我们已经脱轨了 再也不受他的管教 远离他 越犯多罪 就越远离 我们的天父爸爸 所以耶稣大力地 把我们送进 天父爸爸的怀抱里 当我们能够像小袋鼠一般 时时刻刻地投进 天父爸爸的怀抱中 受到保护 我想 我们的生命 受到保护 身心灵 肯定受到保护 整个家族也受到保护 我们在世的父亲 我们的爱人 我们的弟兄姐妹 很爱我们 但是 只能够供给我们 短暂的这一些喜乐 物质上的享受 还有就是 短暂的这一些爱情 但是 耶稣基督 天父爸爸 派全的独生子 他 要供给我们 他要赐给我们 不朽的 那就是 一切都是不朽的 不朽的食粮 所以现在 饥饿的人 是有福的 信赖主耶稣 我们 在 下一个世界 这一个短暂的世界 活不了多少年了 但是 在这一个永恒的世界中 我们永恒的生命 当我们 信赖主耶稣 虽然我们 现在过得 很贫困 主耶稣 将要供给我们 永恒的食粮 永恒一切都是永恒的 那就是 永恒的福乐 永恒的生命 所以 如果我们 拒绝主耶稣 我可以说 我们是世界上最 愚蠢的人 好 弟兄姐妹们 现在 圣十字落望 St. John of the Cross 那就是 加尔摩罗 会的一位 大圣师 他曾经说 一只小鸟 小鸟的本性 就是要飞翔啊 在空中飞翔 自由自在 相当的喜乐 自由 但是 如果 他被一根绳子绑住了 不单只是绳子 一根线绑住了 丝绸线啊 非常的细 几乎看不见 肉眼几乎看不见 但是被绑住了 他就不能够自由自在的 在空中飞翔 他只能够飞到固定的高度 然后立刻就掉下来了 原来 我们的生命 我所说的就是 我们的灵魂 我们也想像飞翔一般 自由自在的在空中飞翔 所以你看 在圣融中 大卫王 惊艳到很多 他写的圣融都很有意义 他说 我的心灵 渴望能够像飞翔一般 在空中飞翔啊 但是 如果被绑住了 就是有束缚了 有捆绑了 所以我们的灵魂 就不能够像飞翔一般 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 飞到某定的高度 就会掉下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命中 很可能有种种的束缚和捆绑 有锁链 种种的捣乱 今天晚上 我们将一起来探讨 在圣神的光中 我们要祈求耶稣光照我们 我们要祈求耶稣协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那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母胎中形成的那一个 因为爱而被造的 天主爱我们 创造了我们 并不是偶然或巧合 借着那就是 我们的父母亲成为天主爱的工具 我们能够体验到天主的爱 借着父母亲 但是 父母亲的爱并不完美 所以 往往父母亲很爱孩子们 造成一种心理和心灵上的束缚 那 现在 我们一起来看 是怎么形成的束缚呢 首先那就是活人与活人之间的一种束缚和捆绑 那 我刚才说的那就是 首先跟父母亲之间 那 在一个家庭里 如果父母亲很爱孩子 很宠爱他 他要什么都给他 其实 这不健康 不健康的爱 是心灵 那就是孩子们的心灵 不能够健康的成长 被宠爱 没有受教导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没有给他解释和教导 所以 他长大了之后 会面对很大的困难 还有就是 被宠爱也是一种束缚 所以我们 可以放心放心自己 如果我在家里很被宠爱 那是不是 害了我一生 可能我就 很依赖父母亲 所以就 什么都是跟父母亲要 自己很难自力更生 也不 依靠天主 缺陷就在于吃 还有就是 太过的依赖 对人 的成长 不成熟 都是依赖别人 所以不能够好好的化卫自己 不能够在自信中成长 主要的就是 在这一种心得中 信赖主 这一种心灵中成长 好 接下来那就是 偏爱 哇 偏爱 偏爱其实对心灵很不健康 我们在创世纪 已经看见了 那就是创世纪第四章 昨天晚上我所提到的 那就是亚当和俄罗的 儿子们 加音和亚伯尔 加音 他的这一个出国 奉献 没有得到天主的喜悦 其实这是一个图像 已经让我们看见了 要告诉我们 偏爱能够造成 嫉妒 嫉妒能够导致 杀人的这一种罪过 那曾经 有一位年轻人 我们的修会 其中一个团体 就有到这一个监狱 去探访这一些犯人 有一次修女来到监狱 看见一位年轻人 大约16岁左右 然后就跟他交谈 主要的就是 跟这些犯人交谈 然后帮助他们 从内心宽恕 还有就是悔改 也为他们祈祷 让他们能够得到 释放和自由 然后我的修女 就问这位年轻人 你很年轻 你为何在此呢 他就说 我从小都不被父母亲爱 我的父母亲很爱我的哥哥 什么事情都拿我跟哥哥相比 你不如你的哥哥乖 不如你的哥哥群奋 不如你哥哥聪明 这个孩子心灵受了很大的伤害 哇 16年时间 终有一天 爆发了 那就是 他拿起一件很重的东西 从后面打 他的父亲 倒下去了 死了 第二 打他的母亲 也倒下去 死了 唯一 不被打的就是 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会珍惜他 会爱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 偏爱 多么的 可怕 所以 每一个孩子 都是天主所创造的 每一个孩子 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 所以 千万不要有偏爱 天主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所以他爱每一个人 还有一种爱 那就是 占有性的爱 他要占有 这一个孩子 或者这一个人 就是因为 施爱 他想占有他 他要控制他 过分的 保护 那就是 overprotective 这会 导致 被 过分 保护的 被占有 被控制的 心灵 形成一种 束缚和 捆绑 那 弟兄姐妹们 曾经 有一位女孩 大约20岁左右 呃 她已经开始工作了 她 很时常 发羊颠 抽筋 羊颠 她看了医生 也不少了 但是 无法得到治愈 然后 有一天 她来辅导 啊 然后 辅导的时候 就问她 你从小跟谁 长大 有没有得到 父母亲的爱 她说 我从小 就跟 奶奶长大的 奶奶很爱我 奶奶只有我 这一个孙 所以奶奶很照顾我 原来如此 然后 接下来 叫她 写日记 你每一天 写日记 你所 经历到的 然后 又来了 呃 她来的时候 把日记带来了 从她的日记上 可以观察到 原来 每一次 她跟奶奶 联系了 就是因为 她工作的时候 不跟奶奶 一起住 但是她的奶奶 很想念她 所以很时常 给她打电话 或者 呃 有的时候 会跟她见面 啊 打电话 或者见面了之后 这个孩子 就抽筋 发扬点了 啊 原来 因素在此 因为奶奶 很疼爱她 从小 就给她 过分的 保护 现在 离开了 但是心灵上 有一种束缚 和捆绑 所以要为 这一个女孩 做这一个 切断的祈祷 啊 做切断的祈祷 是 她的这一个 心灵的束缚 和捆绑 被切断 还有 被释放 得自由 那做了之后 这个孩子 就正常了 再也没有发扬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